三年前,有位老人家 因為土地問題而被誤殺 警方在千方百計之下 終於抓到幕後手錄 但收到消息 有懲教士人員包給他 可以申請提早假釋 從來都沒有記錄部隊的同事 以囚犯的身份去監獄辦 尊聯在這裡不是那麼笨 這裡的規矩最重要是聽話 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